大家好,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 我是李國慶 初歌入股壇,很多時都會以藍醜股入手 友邦持續有增長 而且食證中國對外資開放保險市場這條水 相信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觀察一間保險公司的前景 不得不留意新業務價值這一項指標 所謂新業務價值是預估最近一年 新簽保單的未來收益 反映公司的經營能力和增長潛力 友邦新業務價值一直都被市場看好 去年新業務價值升了2乘2 去到40億美元 稅後營運日利升了1乘3 去到53億美元 友邦業績好主要源於 中國和香港地區業務表現強勁 香港的稅後營運利潤達到18億美元高 升了1乘1 新業務價值升了2乘4 去到17億美元 新業務價值利潤率也提高了8.3個百分點 去到6乘2 中國業務規模持續擴大 帶動了稅後營運利潤 升了3乘半 去到8.7億美元 在所有地區中增長最快 新業務價值升了3乘3 去到9.7億美元 新業務價值的利潤率 更加提高了7.4個百分點 去到驚人的90.5% 野村認為中國金融市場進一步開放 有利友邦在國內的擴張 友邦今年開始可以在天津和石家莊營運 預測今年和明年 友邦在中國的新業務價值會增長3乘8 整體新業務價值上升1乘8 整體而言 友邦的新業務價值表現良好 在中國金融對外開放政策之下 有望繼續保持良麗的表現 初歌不妨後低吸冷